台湾是水果王国 其中嘉义县的帆路香 因为位在阿里山的山脚下 有特殊的地理环境 以及日夜温差大的优势 再加上农友们用心的栽种和照顾 种出了独具特色的哈密瓜 果形大采收期也比平地来得晚 每年产期推出的时候都供不应求 捡下一颗又大又圆的哈密瓜 这是嘉义县帆路香种植特有的哈密瓜品种 椭圆形外观表皮呈现黄绿色 纹路均匀漂亮 全都是农友们细心栽种的成果 我是从它一颗种植我自己育苗 然后定植然后照顾 那当初在照顾这一颗瓜的时候 我是从太阳还没有出来 一直忙到月亮出来 伸手不见五指我才有休息 一颗一颗贴上品牌贴纸 这些哈密瓜都经过严格条件把关 除了要温室栽培 一株只留下一果 且重量达到1.2公斤之外 甜度更是要有14度以上 还要经过农药残留检验合格 才算符合标准 另外在阿里山脚下的帆路香 拥有特殊地理环境 以及日夜温差大的优势 让种植出来的哈密瓜果形大 采收期也比平地来得晚 就连口感也和其他品种有所区别 传统的哈密瓜吃 感觉是吃果肉是软的 但是极瓜它吃起来是比较脆 有点像水梨的这种口感 就是甜而不腻 几乎是连皮都可以吃下去的 果肉脆甜只有多 过去推出就深受消费者喜爱 农会表示 采收期到来将会陆续开团 喜爱的民众敬请期待 记得嘉义综合报导